大家好 我是北風五 今天呢 我要教你們怎麼得到 就是怎麼打指令 首先 指令是什麼呢 指令就是 說難聽一點就是作弊的東西 但說非常非常好聽 有沒有 其實 但是假如說你用正確的話 它就可以給你創造神 練得很好玩 也可以做小地圖喔 好 你要怎麼得到一個指令方塊呢 指令方塊就是裡面可以寫指令的東西 當然你可以寫在對話框裡 但是 有一點難記住 沒關係 我們只要 需要指令方塊 就是需要打指令 好 我們打一個指令叫做斜線電 電就是給的意思 控格打你的帳號 有帳號靠好聽 控格 comm comm and 斜線 bloc 這邊 connect block 然後按enter就有了 要激活一個指令方塊 非常簡單 只需要一些紅時訊號 像是 按鈕 拉桿 紅時訊號 還有壓力板 請注意指令方塊只能在創造模式 才能輸入東西進去 要按右鍵就可以打開這個很複雜的介面 沒關係 我們只要看的是上面這行黑色的 我們可以打指令在裡面 例如 我們剛才不是可以打斜線GIF嗎 斜線GIF 我們剛才打的指令是 Build這個 玩家一個指令方塊 你可以用CtrlC 貼上 CtrlV 貼上 由於這是一個指令方塊 所以 這個斜線不需要 因為指令方塊裡面一定會打指令 所以我們拿一個激活他的東西 按右鍵可以看到拿到一個指令方塊 當然我可以不一定要給你指令方塊 我想要黃金好了 我可以打GOLD INFT 這樣就會給你黃金囉 然後後面再加上你想要的數量就可以了 噢 這樣就有數了 所以這就是今天的指令方塊教學啦 我是北風雲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